都被我们韩币先生呢 所用他的政学呢 所把他击退 好的 非常感谢您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的其他新闻 我需要剪个片 大家稍等我一下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 这样的新闻 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把 中欧关系等等都讲了一遍 最近呢今天呢 是我们讲的一个重点新闻 也就是胡锡进先生呢 说的是一些新的话语 胡锡进先生呢 我们刚才在新闻一开始的时候 就做个介绍 他总是呢 能够被称之为呢 说是接盘高手 当然有些人呢 说他是雕盘高手 不管是哪种呢 他呢总是能够揣摩上意呢 是无人能及 有很多人称呢 说胡锡进先生啊 似乎是每天呢 就把自己的耳朵和鼻子 所有的东西呢 都搭载中南海 或者是中宣部的 中宣部若有一个小小分项的时候 那总是第一个接住飞盘的人 那么现在今天呢 也是如此吗 那么今天呢 我们看到在胡锡进呢 发表了一个强力的话 这个话呢也不是 也是胡锡进的一贯的历史 他就说呢 不难任由特朗普政府撒野 中国得以有脾气 这个话呢 也是很震动啊 原标题就说呢 胡锡进说呢 这个美国联邦政府 对华态度呢 过于恶劣 过于恶劣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这个词语啊 是叫过于恶劣 那么什么叫 不过于恶劣呢 我们就不得而知 从特朗普总统 到主要内阁的高官呢 不断强化对于中国的诬陷和攻坚 中国呢 有必要采取呢 必要的行动 表达我们的强烈不满 那么如何表达呢 这个胡锡进就建议啊 中国要把同美国的合作重点呢 放在加强于各州的纽带上去 适合纽约州啊 华盛顿州啊 和新泽西州啊 俄勒纲州啊等等 这样放在州政府的层面上去 具体说来 而且要冷漠美国的联邦政府 具体说来呢 就是在美方对华采购紧急物资的方面的 满足 优先满足各州的订单 后置啊 隶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联邦 紧急事务管理局的订单 这是对特朗普政府来说 是一份代价 这胡锡进的招听很啊 这一招呢 还可以拆散 或者是挑拨 或者是把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的关系呢 彻底的给他挑开 或者挑破 利用自己手头的这些 对方紧缺的资源 也就是说呢 可以拿这些东西去要挟别人 这个胡锡进啊 这个主意可出的真是嗖啊 的确够嗖的 也够阴的 那么有很多人就指着胡锡进呢 一辈子呢 似乎总是在这些方面呢 有独到的见解 在正义啊 在正路上啊 见解不多 也许大家可以通过这一点呢 也可以看到啊 那么胡锡进呢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知道 目前的美国的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呢 不断被爆出于美国各州呢 抢海外医疗物资的订单 而且多次把各州的订单呢 截走 已在美国呢 引起了广泛的不满 除了纽约州州长科莫 上个月公开指责了这个部门之外 与各州抢货之外呢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呢 电台呢 也在一份最新的报道中 也列述了一些州对 这个组织的抱怨和愤怒 不能让华盛东觉得中国好欺负 他们要大选 就把中国当成转移国内愤怒的靶子呢 肆意放箭 中国将紧缺的议议物资呢 首先满足各州的需求 不会减少对美的出国总量 不过这样的共和数据的变化 就可以让华盛东感到中国的脾气 哎呀 真是要给川普总统给点难看 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呢 环球呢 也是胡锡进领导下的这个媒体啊 已经对川普总统的爱恰 或者叫爱婿啊 那么就是我们知道 伊万卡的丈夫呢 库什纳呢 哎 发起了猛攻 我们前一段时间也介绍过 库什纳呢 是上一次的中美贸易协议 1月15日能够签订的 最重要的贡献者和推手 那么川普总统呢 在签署的会议现场呢 也曾经直言呢 哎 库什纳呢 做了非常重要和重大的贡献 那么 今天呢 直接对向了川普总统的防疫 或者是救灾的关键点上 在物资上要抗拿川普 来玩这个 哎 我看 用和平先生的一句话讲 这叫自己找死啊 就像前一段时间赵立坚一样 哎 甩给美国啊 这也叫找死 现在呢 赵立坚呢 已经乖乖的了啊 话锋也转了 现在要合作啊 根本就没有这样说 并且不断的他自己呢 也在闭谣 那这真是打脸自己啊 那么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呢 在中国呢 是屡倦不宣 那么除了这个 说呢 中国不能让啊 他们好欺负啊 那么中国将继续呢 这样来挑拨立坚 各种与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 华盛顿搞出了破坏合作的 所有的言行呢 胡锡锡继续说呢 我们也不能听之认之 我们需要用行动展示 自己的态度啊 他就说呢 什么态度呢 中国有脾气 华盛顿呢 已经这样了 我们无需按照过去的对美思维呢 自束手脚 让他们折腾去 让他们搞脱钩去 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 是凭实力建立起来的 看看华盛顿 看看华盛顿 还有多大的本事 能奈我何 这是胡锡锡先生 话说的很忙 看看凭实力啊 那么中国的实力 和美国的实力 有什么可比的呢 或者是他认为呢 中国早已经甩出了美国几条街 这也是他不断在自己的微博当中 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话语 我们知道呢 像这样的话呢 只有胡锡锡说了 才能在各个媒体传播 我们刚才统计了一下 也不要统计了 就随眼看了一眼了 发现中国的各大主流网站 各大主流媒体 包括各个的这个传播的区域 一看吓你一跳 这篇文章呢 都是紧接着习近平之下的 习近平今天又干什么了 这是中国所有新闻的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胡锡锡 看来胡锡锡的地位呢 是越来越高 也是上了头条 让上了热搜的这样的一个话语 那么真的是美国奈何不了你吗 他要看一看华盛顿 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能奈我何 这是今天胡锡锡的一篇文章 我们想看看我们的网友呢 有话说 我们的韩冰先生您请 哦 sorry 我刚才可能把手忘了放下去了 不过对于这个的话 他一向来就是怎么讲呢 是属于给国民打这个兴奋剂的一个角色吧 但是你们知道这个兴奋剂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是没有什么强身健体的作用的 只会让你嗨一下 但是嗨过去以后呢 就是无尽的空虚 像这个东西 像赵立坚这种也是同样的角色 到后来就赶紧的跑出来道歉 然后做小伏迪 这种实际上有任何意义吗 就是完全是一种自己虚弱和无能的一种表现 而不敢于正视现实 不知道自己的努力去解决现在的问题 对我来做真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一种姿态 谢谢 谢谢我们韩冰先生 用这个比喻真的挺好的 谢谢您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我们的张瑞胜 是张瑞胜先生还是女士 能听见吗 能听见张先生您请讲 以后建议您改一下这个字 就是用所有的英文 那改一个中国字就行 改个章就行 这样的话 就分辨是否是黑客 谢谢 我只说一下我的观点 你们那个就是我不聊这个政治 但是你们忽略了一下 中国老百姓那种善良和自我保护的努力 你们现在就说各个政府之间 如何如何 习近平如何如何 川普如何如何 其实当时中国武汉封城的时候 我正在北京府印的一个农村 我2月3号也出国了 跑加拿大去了 然后18号公司要求回来 我到加拿大 这一路是因为当时疫情 北美是非常轻的 我下飞机我就感觉到 当时我感觉到 还是比较舒服 其实当时各个农村 不是武汉封城 湖北封城 几乎各个村与村之间 都为了自己做保护 你也知道中国农村的医疗水平是很差的 如果这个疫情扩托在中国的农村 就不止几个几千几万人 那就是几千个村会出现面临的问题 因为中国农村的医疗水平是非常大的 我认为最主要的贡献就是 中国的老百姓比较听话 比较善良 就是他自己为了知道自己 对这东西有畏惧感 所以他自我隔离 相当于起了非常对这次疫情 所以我认为中国 我不管湖北和湖北这块 就是说其他各省 普通善良的老百姓 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自我 而且好多人其实是主动 因为我到这村子 因为我2月18号回到村以后 我都进不了村了 因为我2月3号走了 到这2月18号回来以后 我都进不了我们村 我只能回到大的城市 相对来说大的城市 就是说非疫情的地区 还是让你进的 但其实各个小村子 你其实老家是那里的 他也不让你进村了 所以好多老百姓是主动 就相当于自我 就是有的是根本不要钱的 就为了保护这个村里的这些人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中国在防疫的时候 有一点的能够 中国这些八亿七八亿 普通老百姓 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而且是主动付出的代价 所以我认为 应该不要说这政治 我认为就是 百姓的善良 中国老百姓还是最善良的 换句话说 能够就是说是 能够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 我认为中国老百姓是 因为到夜里啊 每个村之间 各个村之间都是在自我保护 我也觉得也应该对 这些老百姓说句 说个大 不是政府有多大力量 而中国的老百姓 太善良了 我同意您的观点 我同意 好的谢谢 什么样的观点 您可以都给我们讲一讲 因为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你知道吧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 当时我也吓坏了跑了 从香港转机 结果当天晚上香港又四个 四个海关就封了 正好那天 有那个2月3号那天晚上到香港的时候 最后当天夜里四个海关就封了 您觉得这是2月3号的 现在是老百姓对吧 对 我认为就是中国的老百姓 还是比西方因为可能是民族比较单调 相对来说 就是还是比较听话 就是说自我保护我的能力 还是比其他的人 这个要强一些 因为他 我认为 对 所以自我保护 也再加上是自身他也能意识到 自己的农村的医疗水平 是不如 反而现在中国农村的医疗水平 反而是不如20年前的 你要知道 中国农村的医疗水平 是不如20年前的 因为当年毛时代 毛时代 甚至说毛后江南邓时代 有好多下方到地方的大夫 和好的医生 后来 包括新毕业的大学生 基本上都不在农村的 最起码也就要到一个现役的 或是一般的第一级的城市 所以农村的现在的医疗水平很差 所以这次是 如果把中国农村保留好了以后 才让这个政府 有能力从全国各地调到 调那么多的大夫去武汉 否则的话 它根本调不出去 如果全地方犯滥的话 所以说 我认为起最大作用的 就是各个农村 因为中国的农村 要担多少亿 至少也得八亿 现在没有那么多了 现在没有那么多了 现在十四亿人没有八亿农民吗 我指的农民就现役的 一般的现场你不能叫它城市 如果您这样算到 如果把城镇居民去掉了 现在已经没有八亿了 对 好的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是 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就抛起来这个 我觉得您的观点是表达得非常清晰 民众做出了巨大的 对 是的 而且是民众 其实好多是民众啥补偿拿不到的 美国的民众 你不给我补偿是不行的 其实好多老百姓就说 我不打工 或者我自己在农村 或者县城开个小卖部 开个理发店 这些东西是拿不到 政府有什么补贴的 唯一感到好 我们讲到了一个信息 那么一会儿也会讲到一个信息 就是中国的经济学者 建议中国政府不要给民众发钱 因为发钱的会导致通胀 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认为 我认为啊 就是中国政府没有那么多钱 因为他发出 我认为就是没有 因为为啥 我跟你说 我的感觉啊 我们中产阶级 我在中国算中产阶级 因为我也经常到美国 我认为我是在中产阶级 为啥习这个班子成员 换句话说 他的拥护 其实习上升以后 对我们中产阶级是不利的 我说啊 但反而他把 他上升以后 对农村 农村人对他是非常满意的 就农村人 因为他给农村什么 医疗啊 从温家宝后期啊 从温家宝后期 一直对农村这些农民来说 总的来说 要比那个江时代 和湖的第一任 要比他们要好过一些 因为包括医疗 原来最早的农村 包括对农村 原来是一天都拉不到 好多东西是给国家摆掉了 你先来对岛 对岛的 你当回兵 就和农村民回去以后 复原以后 啥都没有 就和过去的兵啊 包括农村的这个农民 根本没有什么医疗保险 现在最起码农村 他有营兴保险 你要种地的话 他会给你钱 所以是 就是相对来说 中产阶级实际上 比较喜欢的是胡文时代 更穷的一些人 是比较喜欢的是 习使的 习的 这是我个人观点啊 对对对 毕竟这个 而且就是发钱 而且关于发钱那时候啊 而且发钱这一点 我就认为啊 为啥就说是美国啊 因为我对美国的人也很舒服 加上大也很舒服 美国就是遇到这个疫情 确实他这时候的压力 要比中国要大 大的原因就是 美国人 你得知道 美国只有3.5亿人 他占了全世界消费的 百分之四十 也就是说 那六十五亿人 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也就是全世界那六十五亿人 他的消费 几乎也就是百分之五十多 不到百分之六十 所以说美国人 换句话说 美国人的超前消费 无论是穷或者富人啊 就是他是超前消费的 农民 中国的农民 总的来说 他都有一点点的积蓄啊 就是能够生活 或者生存 他有一定的积蓄 但是我建议还是给农民 我认为还是应该 就是说 适当的发一些钱 你知道 我认为还是应该 发一些钱 就是不要发那么多 就是中产阶级这部分 这会造成通胀 我认为你到 我认为你到了通胀的话 你那个 我认为你即使雕端中 也要减轻农民一些负担 农民还是比较 我第一 农民这次起的作用非常大 我个人安全啊 我认为农民 那个就说是 那个 那个是最辛苦的 我认为应该给 第一收入 甚至说是 不是比较 不算那种存体收入 我的第一收入指的是 在中国 后四五亿的这个人口是 适当的要发些 发些钱 您觉得应该 这是我个人的 这是 对 我认为对我们这些 中产阶级没有必要 对 我认为对我们这些 中产阶级 我认为没有必要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观点 非常好 非常好 我觉得您首先 把自己排出 发钱 发钱 真的很好 有这种胸怀和这种 情怀 真的很好 谢谢您 非常感谢您 我觉得刚才 一聊之后呢 您的这个出发点也好 角度也好了 都非常的真诚 而且呢 非常的朴实 从您自己的感受来讲 这是我们 所以